2023年度分函班授典禮 在禮賓府宴會廳舉行 行政長官尼家超 在典禮上班授分函和獎狀 被出席的379個受婚人士 其中5人接受大字經紛章 包括長期推動香港工商業發展 熱心參與公共服務的行政會議 非官首成員兼立法會議員林建峰 節力推動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的潘忠光 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的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K.O.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振庭 在促進勞資關係和維護工人權益方面 不為餘力的林淑儀 以及熱心參與公共服務 促進香港和內地文化交流的詩子清